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什么上进心 以前和威威是情侣关系 不曾想被心怀嫉妒的跟班稳带算计分手 最后稳带获取了威威的芳心 三人之间有一段关于爱恨情仇的过往 杜鹏则是个爱笑憨厚的胖子 他现在是一家餐厅的主厨 桃子和夏棋从小到大一直是好朋友 关系十分要好 毕业后两人进入同一家公司工作 金钱名利地位使夏棋变得不择手段 令人讨厌 这次几个曾经的好朋友打算聚个会 原本大家是没有邀请夏棋 但是夏棋无意中看到了桃子发的微薄 不请自来 琳娜和贺明曾经也是一对情侣 后来分手 琳娜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医生 贺明当了一个歌手 也有了很崇拜他的新女友张慧 小光还未结婚 就有了一个七岁的孩子 他没有像大家一样有稳定的工作和高薪的收入 他选择了一边旅行一边工作 推行低碳环保却被大家讽刺嘲笑 他们一行几个人难得见面 很是开心的在KTV嗨了一晚上 喝得鸣鼎大醉 就在这时富二代旷里提议换一个地方再玩玩 他知道附近有个荒岛 和野区那里野营 大家坐着旷里的游艇出海 行着一半 小光根据旅行经验看出天色不对 劝大家立即返航 却没被大家当回事 不一会儿 没听小光劝告的众人就遇上了海难 醒来之后 他们发现大家身处在一个荒岛上 游艇没了 很多物资也没了 就仅存了一点食物 一把吉他和一个药盒 下棋撞到了头 生命特征全部消失 大家挖了一个坑 准备把它埋了 谁知道下棋又忽然诈尸醒了过来 不过他好像已经失忆了 由于以前在学校成熟懂事 稳带被大家叫做老大 所以现在大家决定把仅剩物资交给稳带管理 稳带带领大家寻找水源 并固执几件不听小光的劝说 大家被傻子稳带带领 离水源越来越远 在经过长途跋涉之后 终于找到一汪死潭水 小光却说死水不安全可能有毒 真爱生命的众人都听了她的话 不肯喝水 稳带不相信就硬逼着威威喝了下去 想向大家证明水没毒 结果喝完水后 威威立刻晕厥 好在琳娜是个医生 及时将威威救了回来 都说患难见真情 稳带的冷漠无情和种种自私自利的行为 让威威愤怒地提出离婚 大家再也不相信稳带 打算跟着有经验的小光走 却不想稳带突然发疯 抢走了所有食物和水 打算回到山洞 结果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山洞坍塌了 杜鹏就地取材 加上他带了一些调味品 给大家做了一顿吃的 被孤立出去的稳带自作聪明地做了一个木筏想离开 结果掉入海中被小光救起 夏琪意外掉入了一个坑里 他原形毕露 态度恶劣地命令桃子救他 这让被他欺负了很久的桃子彻底爆发 痛骂了夏琪一顿 原来当年两人一起工作 夏琪窃取了桃子的劳动成果得到升职 升职以后还百般欺负桃子 而后又勾引上司 用不正当手段再次升职 最后还是喜欢夏琪的小光 把他从坑里救上来 就在这时小光突然口吐鲜血 把大家吓坏了 其实小光身患癌症 已经活不了多久 他只想拜托大家照顾女儿亮点 亮点是他在支教时捡到的孩子 共同经历了磨难的众人齐心协力 做了一个大大的木筏准备离开 这时又发生了意外 小光毅然决然地舍身救人 小光去世后 大家把他埋在了小岛上 众人自救成功后 带上亮点再次前往小岛祭奠小光 并在坟前承诺 他们会照顾好亮点的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一会儿 生互